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五同浩 下一则我来讲八年级买房好难 台中这一区有机会 那营建跟土地就成本双张 那二字头的房价在台中市场 已经越来越少了 丹北屯时期重划区 在这波涨声中 因十年内新古屋 仍有机会找到单价二字头 总价九百万左右的 二房副车位的物件 再加上临近七次快速道路 松组跟太原扎道交通优势 吸引不少预算有限的 八年级首购组 据当地的房中业者就是观察 甚至有超过一半以上 都是即将成家 或是新婚的年轻族群 在当地买房的 那时期那边有分成 时期南南侧北侧 那边的重划区 那北的话 现在大概是在三十几吧 那南的话 好像还有二十几的啦 那你的确是以这个 首购组小家庭 那个区域的房价算是适合啦 但是因为它就是 你以机场捷运那边 那个区域来看 它又在那边的更东边了 那那个区域 我说实在话 我没有很熟啦 我跟你讲 那个区域啊 就是整个北吞嘛 我比较熟的其实是 松竹那边 因为它靠近机节 然后我有认识的几个专案在那边 它靠近机节的那边的价格 差不多会在三十四到三十五左右 对 不等 那刚才讲的那个时期 它就比较没有那么吃到 集结了 就吃不到了 它比较多是仰赖那个交流道 跟快速道路 那那边的生活机能怎么样 那边的生活机能还OK 应该是说 它的生活的小环境 对 是算舒服的 对 就是什么商圈啊 然后一些 一些那个 就是小型的那种 可能卖场啊 都有 但是它就没有 就是我觉得交通这一点 可能就稍微 没这么 没这么好啦 对啊 可是我觉得 以台中人的习性来说 我是不知道捷运 会不会像台北一样 翻转台中人的习性 因为还不确定嘛 毕竟都还没有定型 那以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 其实我觉得 住在交流道附近 反而比较方便 以我的立场 因为 你是以前在那边读书嘛 对不对 对啊 我在附近 对 那因为像我的话 我也是觉得 我的认知的台中人 要么开车 要么摩托车很厉害啊 就是跟 北市 我们北市在 看那摩托车不一样 北市很多觉得 好像自己很会骑的 没有没有没有 你去看台中的那个摩托车 撇到一个不行 对啊 每一个都很像 你们知道小黑吗 谁啊 柯瘦良 很久以前的吗 对 就是好像柯友伦的爸爸啦 那谁知道啊 怎么不知道 小黑比柯友伦有名吧 哪有啊 那是对你来说吧 港台 那是对你来说 你不会知道柯友伦而已 好吧 他到以前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 特技机车的演员 选 那个 那个演员啦 都在台湾大道上面练车吗 他 反正 没有啦 他有就是为了拍片 飞越很多地方 好像还有飞越长城还什么的 他是知名人士 而且那时候他跟很多香港的 很多明星都很熟啊 你说现在看到 刘德华算一线吗 好啦就是在我认知他是一线 可能你们看他已经有点老了 就是那一辈的 没有人不认识小黑啊 就是柯瘦良 那就是他骑机车很厉害 我就觉得台中人都有这样的潜力 在我那个年代 我觉得台中人都有这样的潜力 真的很厉害 而且我跟你讲 我有一次 那是不知道什么事情 刚好是去台中 然后我们刚好 这个还才几年前的事情 我们的交流 交流道刚下来 我那时候好像是 中心交流道 我中心交流道下来 然后他旁边 就是那时候刚好下来就塞车 那还白天 然后 就大家就被塞在那边 我就有一台车 不知道在急什么 就 他也不是休旅车 他也不是休旅车 结果他就把他的车子的驾驶座这边 慢慢嚕嚕嚕嚕 而且他嚕什么 他快碰到旁边那个护栏砖 就是他中间有种树 种一些草的 然后有那个矮矮的那个 轮 有没有 嗯 就他轮子就开上去 然后你就后来看那台车 在那个轮的草地开一下 然后切到前面去 就直接往前开走 好凶哦 然后我觉得哇这个没有 我觉得挺有创意的 我就觉得说他一定知道 这边是没有在拍照或抓的 然后后来 因为我也赶时间 就他一路在飙嘛 就我想说好那我跟紧他就好了 嗯 就我才要加速跟紧他 我发现 哇左边右边车道 就一堆车子开始跟着他走 嗯 你知道一群那种台中的 哦 大家觉得 诶 没办法 全部一起冲啊 我也假装自己是台中人 就 呵呵呵 这样还可以比较快嘛 嗯 我觉得 诶 台中的其实还是比较喜欢 我觉得啦 在我那个年代我看起来 嗯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变化了 但是 哦 喜欢自有交通工具 会比大众运输交通工具 来的多一点点 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台中是很大 台中腹地真的很大 对啊 所以有自己的交通工具 总是比较方便嘛 嗯 哦 会在那个区会觉得 哦 我好自由 我想去哪就去哪 不用被捷律线绑住嘛 嗯 那北市不一样啊 呃 捷律线不会绑住你 绑住你是停车 嗯 跟塞车嘛 嗯 对不对 哦 那所以这个是有有有差异的啦 所以你说在交易道附近 诶 对对你来讲是好处 我相信对可能 大部分台中人来讲 应该是 都是蛮喜欢的 对对对 我们大家的印象中也都是这样子 没错 嗯 对不对 我个朋友是台中人 嗯 然后他到五分钟路程 走路五分钟的07 也要骑车 vaccine 是有什么毛病 没有啊 这很正常阿 很正常吗 五分钟走路 5分钟而已很快 我以前 如果是我 喔 我小的时候 有没有 嗯 你知道对面去啊 因為我小時候住新竹 你知道對面兩三百公尺 我也是騎車過去 那時候不用戴安全帽 你一下去公司樓下 就是你那個 摩托車這樣 一轉就 然後就停下來了 然後在那邊等他 譬如說你叫飲料 就等他 等他好啊 走過去而已 是有什麼好騎車的啊 就是不想騎車啊 不不不不想走路啊 走會流汗啊 不過去好 等一下我要出去 我要去約會或幹嘛的 我不想流汗啊 對不對 然後就等他 拿了就 就回來了 我跟你講其實這個 像你我剛才為什麼會這樣講說 現在台中到底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是因為可能一代一代變化 像你們這樣子的年代 你都會覺得 新竹 我以前在新竹 我小的時候 在新竹的時候 我也沒有看過走路的人啊 是我來台北以後 發現怎麼大家都在走路 我才開始學習走路 我一開始我來就覺得 哇台北人好能走哦 而且走好快 而且走路的時候可以做好多事哦 嗯 然後那時候剛來的時候 我覺得 大家好像很冷漠 都很專心在走路 嗯 你知道嗎 剛來的時候 嗯 那久了以後 我自己也很能走啊 我捷運線走出來 我也走挺快的啊 而且是很厲害哦 因為我就是 我們都會 就是看著3C的 就是看著手機 嗯 然後都可以自己 對到那個捷運的 排隊那個位置 嗯 好像我自己有導航一樣 對對對 你們就很厲害 天生 我以前那時候 呃 這就沒有很久以前了啦 齁 那個時候就是高鐵 已經通車一段時間了啦 然後我那時候坐高鐵 然後 那時候回 北車的時候 我一出來的時候 其實剛出來我還真的 那個時候我覺得有點亂 那時候不知道 因為剛剛還在施工幹嘛 我真的不知道 怎麼樣走到 譬如說我現在出來 要到西門好了 我不知道 要怎麼樣到那個門 嗯 哦 然後 但是我就順著人潮 嗯 人要把我推要擠啊 我就隨著 我也不知道往哪裡走 就是一堆人走 然後我就擠來擠去推 欸 我就出來了 哦 就這樣搞清楚哦 我從此以後 我就搞清楚 就是 你只要一下了車 就往人群堆擠進去 擠進去就讓那個人群 推著你走 你就會出去了 嗯 我那時候想法是這樣子 但是你說現在 因為 講實在話 因為我們有的時候還是 你說 做 呃 大眾運輸跟開車 我們還是開車比較多啦 嗯 所以說裡面的 到底怎麼樣 我們也沒辦法說到 很理解啦 反正每一次也是被人群 推來推去 哦 是剛好真的有的時候 欸不方便開車或是幹嘛的時候 我們才會去 才會去做 不然 就是路線圖看得懂啊 但是裡面的結構 因為沒有長距 你也不會很熟啊 所以大部分時間 我就只要看一有群人 我就一群 往那群人一起靠過去 嗯 啊走出來的時候 如果說 走出來剛好是公車站好 那就是坐公車好了 走出來剛好是計程車 那我就坐計程車 就是有時候 隨緣的一種感覺這樣 嗯 哦 對 那那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邊囉 好哦 好 謝謝大家收聽這一集的 防老奇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